大家好,我是培根 今天是我旅行的第467天 今天不介绍任何地方 而是谈一谈我是如何常去旅行 旅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 谁都不想工作 还可以天天玩的日子该有多爽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人讲究传统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思想上的束缚 回到现实生活中 还有诸如家庭、经济等各方面的压力 让我们不得不牺牲自己成全一家人 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做到长期在外旅行的 其实说到底还是思想上的问题 只要你下定决心鼓入勇气 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 我从前是一个月光主 以至于工作多年一分存款都没有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决定不再如此往复的生活 我应该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整天昏昏噩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当我下定决心 那么就需要一个具体的实施计划 没有钱怎么办 一切从头开始 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开始攒钱 为了把挣到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梦想中去 我足足在100块钱一个月潮湿破败 即将拆迁的出租屋内 经过一年的准备 第一笔启动资金有了 凭着我以往玩户外的经验 我尽可能多地去设想 上路以后我将面对的各种困境 这一年的存款够我走多久 我应该走多久 还是一辈子都这样一直走下去 最后我为自己定了一个期限 走10年 10年是一个说长就长 说短也短的期限 10年前我在干嘛 10年后我又将如何 我想用自己的生命 去实现更多的可能 那就走10年 我准备好一切户外所用的装备 为自己的破面包车 买了一张80公分的单人床 几个支付箱 两个15升的水桶 总成本不到500块 我就完成了一辆房车的改造 因为我鸟无牵挂 无所畏惧 我怕自己走远了 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得为自己留下一个念想 为这10年留下一个见证 我准备了一坛原浆酒 找了一个隐秘的地方买下去 10年后我来取 从此她的命运以我相关 10年后 她究竟升华为一坛成年脑量 还是一坛收水 我不知道 就如我将来的命运如何 我也不知道 当我制定了10年的旅行计划 那么我这10年的旅行资金从哪来 我开始在网上关注各种旅行攻略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有个人拖着一个行李箱 箱子里全是各种小饰品 他靠一边摆摊一边旅行 他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启发 人家可以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人家可是拖着一个行李箱 而我至少还有一个面包车 我比他强多了 现实往往比理想残酷很多 我没有任何的摆摊经验 对市场需求更是一无所知 我见朋友在卖鸡血腾 觉得这东西还挺漂亮 也很有文人气质 应该可以去旅游区摆摊卖 尝试性的批发了一些回来 当我上路旅行以后 一边玩的同时顺便考察 这个地方能不能摆摊卖东西 可以想象今天摆了几天 一个都没卖出去 那使得我是何等的沮丧 通过这次经历 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理想 什么是现实 你认为好的东西在别人眼里 可能垃圾都不是 价值观的不同 造就了我总是想做一些 另类的东西 而普罗大众并不想这样 他们不想成为异类 他们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总是抱有警惕之心 如果你想做他们的生意 当然需要去选择一些 针对他们的产品 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很快我发现自拍干 是一个非常适合 在景区门口销售的产品 那时候自拍神器非常火 去景区的人几乎人手一个 我又批发了些自拍干回来 一位朋友告诉我 重庆封都鬼城有大型庙会 我就立马赶了过去 这一回我没有空手而归 净价五六块的自拍干 我卖十块二十块 而同行卖二十三十 最多的一天我挣了五六百 那时候我欣喜若狂 我为自己找到了一种 可以在路上挣钱的方式而高兴 跟同行们一打听才知道 他们一天卖一千多还嫌少 他们说现在卖自拍干的人多了 以前像这种大型活动 一天能挣两千多 听到这儿我当时想 以前从没正眼瞧过了这些摆摊族 比你们那些坐在办公室 一关楚楚的白你们强多了 他们的工作自由 哪有活动有庙会就往哪去 挣得钱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 瞬间对他们心生敬佩 我摆摊的目的是挣旅行路费 而不是像他们一样以此为生 所以我到一个地方 晚几天后才会开始考虑摆摊挣钱 就这样跌跌撞撞尝试性的走了一个月 旅行一个月下来 除了重庆风多鬼城的吃摆摊挣了点钱 后面几乎没挣钱 因为我光顾着玩了 旅行第二个月我来到成都 刚到成都一个小妹妹为我提供了沙发 后来发现成都摆摊几乎是行不通的 城管查得非常严 而我又非常不喜欢待在城市里 所以我准备进入账区 开始我的西行之旅 进入人烟稀少的账区 挣路费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尽可能的省钱 吃泡面压缩饼干 以前从不吃的馒头 现在变成了我的最爱 因为睡车上很少住店 洗澡就直接跳河里去洗 高原地期就算是夏天太阳暴晒的正午 河水一样冰冷吃骨 就这样省吃俭用 我在川西玩了三个多月 徒步走完道成雅丁后 我进入云南 时间过得飞快 旅行快一年了 最初摆摊旅行的计划几乎搁置 在待在人烟稀少的地区 我迟早要淡尽凉绝 我会被饿死在路上吗 我需要回到人群中计 挣钱挣路费 这时一根橄榄枝泡了过来 看似一件天大的好事降临在我头上 我开车2800公里 从云南大理到江苏徐州 最终换来的却是空欢喜一场 我离开了徐州来到苏州 这时的我已经快身无分文 我急需想办法挣钱 什么苦我都能吃 什么活我都愿意干 只要能快速挣到钱挣到路费让我继续旅行 我开始在网上找临时工 一般发传单端盘子的工资都不高 我就想去工地搬砖 因为搬砖工资高 可是在不认识任何人的陌生城市 想找一份搬砖的工作都十分艰难 有一种芋头无门的错觉 最后网上看到某些工厂招临时工 一天160块工作12个小时 但这160块却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每天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 做的都是机械性重复的劳动 刚开始累得跟狗一样 但我仍然咬牙坚持 因为我深知我还有梦想 我不会一辈子都做这种工作 不会一辈子都埋没于此 今天是2017年7月12号 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467天 距离10年的目标还有3817天 这是我第一次总结我这一年多来走过的路 我并不希望大家抛开一切效仿我的旅程 因为这种生活并不一定适合你 一直在路上的生活何其艰苦 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如果你因一时兴起 做出一些悔恨终身的决定 那是非常不理智的 每个人的人生机遇各不相同 追寻的价值观也不相同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大神 在这个以金钱论成败的时代 我是一个失败者 是一个loser 论到追逐梦想 我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我的经历说出来 只希望能给那些 正在追逐梦想的朋友一点慰藉 因为你们并不孤单 最不计也有自己的灵魂相伴 有自己的影子 默默支撑你走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